战争的声响如今更加的震耳欲聋 王庚武以为呢 英文学校跟中国家庭之间的鸿沟啊 会随之缩小的 但是啊 不禁觉得呢 那隔阂感啊 依旧是不减的 鸿沟时而仿佛无可弥合 学校或多或少啊 还是把他们作为英属马来亚统治下的学生 所以希望他们的多多学习仰望因果 回到家里呢 则是父母和他们的生活圈子 延伸连接到的都是以中国为焦点的那种网络 王庚武啊 算是行动自如的在两者之间穿梭 信赖的仰赖的这个手段啊 则是在脑海里边把两者是分开的 言行呢 也同样随之会有区隔 英国参战了以后啊 老师当然肯定知道 没法期待这些人会对英国怀抱什么爱国的心 感动于东克尔克的大撤退 英国军民啊 在拯救部队的行动啊 其实王庚武是特别了解这一点的 虽然说他们那时候对欧战啊 还没有什么丝毫的关心 可是也是因为自己有些人呢 也觉得啊 看英国终于和我们中国站在同一阵线了吧 再一个啊 学生们的确也注意到那个国歌天佑舞王 已经开始更多的在当地广播中发送了 电影院放电影前呢也会先播一下国歌 但就记忆所及啊 大家对此呢反应都是不冷不热的 几年后啊 王庚武发现有些老师甚至啊 能够轻松心情非常轻松的看待这场战争 因为他们暗自希望啊 一个被削弱的英国会让他们殖民更容易画像句号 印度和西兰就是顺势这么独立的 1941年啊 那时候王庚武读到了第五号位 第五号位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入学的第七年 也就是小学的最后一年 开学的时候他十岁 这一年呢 英文数学等科目啊 都派了新的老师来给他们 所以他迫不及待的想上新老师的课 要学的英文的语法呀 也更加的多了 老师呢也多鼓励他们写更长的 更有表达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文章 而且最好是有创造力的 老师选择诗呢 也会让他们去背 有些同学啊 还有机会演一些简短的短剧 因为演短剧啊 我认为是学语言里边最有用的 一些同学啊 其实就跟我们那个 平时要到酒吧逮着一老外 聊没完没了都都差不多 其实就是用沟通 哎你能够增加你的那个记忆力 有一些同学呢 还大胆尝试发表一些简短的演说 评论一下大家关心的议题 至于数学方面啊 那现在更需要你掌握英文的这个语言能力了 因为你需要更多的思考和计算 所以他们开始啊 在学基础代数和几何了 大部分的同学呢 都觉得数学啊 主要还是要仰赖去练习 认认真真的多做题 王跟武不记得啊 有什么同学表现的特别出色 或者说对数字特别的好奇着迷 地理课当然大家都感兴趣 觉得特别有意思 学的呢也是基础的一些知识 涵盖的啊 什么地形啊 气候啊 作物农业 矿业 工业 我们那时候学历里啊 全都是这样的 再一个也会讲到殖民的扩张和贸易 港口啊 城市的位置啊 等等等等 有时候啊 还要让你在这个学校立的那个地球仪上 找到这些地方 确实啊 有些老师会敦促他们多用功读书 不过啊 校方的政策似乎啊 好像并没有逼着你去追求多么多么的卓越 大多数情况下啊 学校鼓励的是让孩子们健康的成长 尤其在运动场上啊 要一较高下 所以呢 王跟武的几个挚友啊 都觉得上学就应该是开开心心的 这就是人家国外教育的啊 就跟我们中国的那种传统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培养出来的人格性格也完全不一样 走出了校门以后啊 凡事肯定是要严肃的多了 王跟武的父亲呢 负责督查华文学校 再一个呢 就是要全力的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到了1940年啊 华校集会的时候会将重点放在海外华人 是如何的展现爱国心的 所以每到晚饭的时候啊 父亲呢都会讲 华人社区里边现在的最新动向 王跟武记得啊 他们讲了一些什么 这个若干历史方面的对话啊 什么讲这个孙中山的报复啦 海外华人对辛亥革命是多么多么的有贡献 也确实啊不给钱 孙中山上哪儿起来啊 再一个啊 就是后续为建设现代中国的付出 母亲啊 一直就是中文杂志的忠实读者 凡是来新的杂志必看 所以他呢能告诉大家呢 就是现在战争都发展到什么样了 再加上这个中国人民现在迫切需求是些什么 另外呢也会讲到啊 他跟他的妇女朋友们 在这个仪宝这个地方是怎么努力去募捐的 每到周日啊 王跟武呢 还是都去这个吴家和周家跟那些儿时的玩伴一块游戏 大家啊也都开始就都读的都是华文学校了嘛 所以呢跟王跟武是唯一一个英文学校的 就跟他讲那边学校的活动 以及为了支持中国的国防力量 大家都尽量的做了些什么事情 这帮孩子里啊 最大的应该已经读中学了 他说呢同学的哥哥们已经开始志愿从军去了 要跑到中国去帮着打仗去 有些人啊已经出发加入到了政府军 其中有一个人还加入了空军 可能以后就是一个飞行员了 这就是未来飞行员的故事 让王跟武他们听的呀 那叫一个津津有味啊 1938年底啊 在海外华人之间呢 泼富盛名的武汉合唱团也来到了马来亚 为抗战啊募捐来了 第一波第一战是新加坡 然后呢就到华人人口比较有规模的各个州去行演 那时候新加坡还没独立呢 来年呢终于他们现身到了医保了 哎呦当地华人的心啊 全被引走了 你知道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和尚团团长的大名啊 那可是八百壮士的作曲者呀 最早啊呃那个电影里听到那首歌啊 现在所有人都会唱 呃王跟武那时候年纪太轻了太小 根本没法准确的去度量 到底华人对周遭的激昂群情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有的人是无动于衷呢 也有还确实有 嗯而且啊也有些人呢 就是对那种炙热的那种爱国情感啊 觉得离不离谱啊 我们都几百年住在这儿了 你们那儿还那儿这那儿的呢 身份认同身份认同 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 我特别想考虑的 哎为什么好多 尤其你看那个包括柴静啊 他女儿现在在不停的问 我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中国人 我还是西班牙人 就是他在慢慢他就会发现 他跟别人的文化语言和各方面皮肤色 哎他开始有区别了 所以你看啊二代的时候 好多的孩子 他因为父母在家还是说中文嘛 呃包括穆斯林啊 能融入这个国家 还是有点费劲的 三代可能就好点了 因为大多数都在家里都直接就是不跟你说国语了 而这个母亲也叨叨说有些华商啊 一点小钱都不捐 这个确实让王公武啊一下觉醒到 呦确实有些华人啊是默然以对的 而父亲呢对职场的事啊 一贯是沉默一字不提的 因此他也是只能猜测 呃猜测呢就是他那些英国的印度的马来的同志会怎么想 而至于这个学校里就是他自己上的这个安德森学校 呃有些华人那个同学啊 他可是清楚多数家里人都不关心那个武汉的合唱团 大家都知道啊自己身居的这个国度是英国人的那个主权君主国 华人啊竟然这么明目张胆的啊 搞一些跟英国人马来人都没关的这种 让他们感到还特别的不自在 在霹雳州啊还有什么雪兰什么州 还有森美兰州啊这些啊都是华人比较集中居住的地方 那些别的那个马来的统治者啊 尽管不握有控制各个州的实权 但啊也应该觉得就是英国的保护者 怎么能够容忍人民公然的表露 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忠诚呢 他们不理解啊 其实啊就是身份认同 你越在这个地方啊越找不到 尤其我们华人特别不容易 呃就自扫门全血 所以他也跟这个国家的融入度呢特别低 一低了呢他就容易受欺负 受欺负他就再去找身份认同感 哎呦又说的哪了 啊 呃王跟武呢还跟同学啊和朋友们 学唱那个当时在大陆的那个中文的流行歌 现在啊他们都特别喜欢唱各种的爱国的那个歌曲 从电影里也学到过几首 不过啊从听了那个武汉合唱团表演以后啊 唱的一些歌都是跟抗日战争紧密相连了 比如说易永母亲进行曲啊这个后来的国歌啊 再一个就是松花江啊 呃中国不会亡啊 呃 那中国不还有就是歌颂那个八本壮似的啊 有时候晚上啊他还会陪母亲去听听音乐会 也有一些新歌呃演出的他都学会了 这时刻啊爱国情感真的是日益增强 但他也清楚啊面对眼前发展这么迅速的事情 其实对他的影响很小很小 呃武汉合唱团的那些团员啊 绝大多数都是呃大学生或者是刚刚毕业的学生 不少啊来自上海的所以吴家呢是有机会认识其中有几个团员的 因为他们是上海过来的嘛 记得啊有两个还到吴家去做客的两个女生 合唱团回中国了以后啊 他们居然留下了而且在霹雳州的学校找到了一个教书的工作 战争结束后才回到上海 时隔多年啊吴先生的发期过世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人还回到了医保 哎最后还嫁给吴先生了 母亲呢后来跟这个人呢就熟识了 加上啊他是朋友的继母 因而呢使这个王跟武啊一再想起 当年那个风靡马来华人圈的武汉合唱团 身为独生子啊他肯定是享有母亲的全身心的照顾的 关心的 父亲对他的教育啊也是关照有加 仔细思量啊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解释过 为什么决定他去念英文学校 呃因为他的这个决定啊还受到好多好多朋友的批评 不过啊他清楚的表明返回了中国的打算的 所以呢其实大家啊天天的他们家就是 尤其妈妈就是你天天得做好回国的准备 有一次啊他就问母亲 为什么不能够像朋友一样啊有兄弟姐妹啊 结果啊他甚至回答 那以后就是咱们等回到中国以后吧 有的是机会 就你可想他妈多想回中国 生孩子都想了我安定了再生 因此啊在成长过程中啊 他始终认为在移保 我们这就是异样的存在 我就根本没拿这当个家 镇上的其他的华人啊 其实早就好像已经落地生根了 有自己的团体啊 有寺庙啊 定期的也会参加一些节庆啊 社交活动什么的 但是王庚他们家 除了去参加什么抗日募捐啊 其他的一概不参加 父母还提醒他 说咱们得尊儒啊 笑道 另外呢就是相信这个慎重追远的仪式 一旦啊逾越这个范围的 咱们就是一个旁观者 重要的是在大家中 真的是就是所有人大概都知道 就这家人只是暂租的 这个医保 随时是要离开的 所以在他的心里啊 有两种特别冲突的想法 经常的冒出来困惑小小的王庚 一方面他特别喜欢住在这个地方 爱这个学校 爱周围的朋友 一想到要离开他们啊 就难过的不行 另外一个想法呢 就更加的令人不安了 他确实的确知道中国是真正的家 也喜欢中国的那些音乐和电影 特别想知道里边的一切 也为回中国啊 做好了任何的准备 但是啊 从书中读到的 对英格兰的那个形象 也同样的吸引他 特别是啊 就是那个英文的那个作品啊 那描述的那棒啊 而且啊 加上父亲一直鼓励他 阅读那些儿童的杂志 学校啊也教了他们很多的 英国的历史啊 文学什么的 所以他对这个国家也非常的好奇 权宜的对策呢 是在他十岁那年出现了 这一年呢 父亲买了一本精美的世界地图集 给他作为生日礼物 其实他在学校早就看过这首书了啊 从来没觉得读起来有什么意思 然而啊 等到属于有一个自己的地图集的 开始逐一的细读看这个每一张地图的时候 心中充满了探索发现的那种触动 想要好好的考察一下这个地球的天涯海角 父亲看啊 哟小家伙对地图的那个细节都那么入迷 特别的惊讶 甚至有好几页啊 他真是一读再读 深深的啊 觉得应该把很多的那个特征啊 重要的地方啊 罗列出来 而且想牢记在心 比如他先从国家啊 城市省份开始 然后呢 就是大倒小雨 我也是啊 王公母也是从山脉啊 什么山谷啊 半岛啊 哪块是湾啊 哪块是霞啊 总之啊 他把他能够想象出来比较知名的地方 大概都能够现在准确的找到确切的位置 母亲也注意到 放学以后啊 他也不再跑出去跟找朋友玩去了 相反啊 直接回屋 摊开那个地图集 把他要列出那清单啊 写的满满的有一本 他专门找了一个作业本 专门搞这个做笔记的 也不再觉得啊 置身单一个地方 他觉得沉重难耐 中国英国 他发现除了这里外 太多东西要学了 千里之外那么多的好地方 他想去呢 他啊 开始把地名和看过的历史电影相互的连接了 你知道看书也是这样 如果你把一个地图拿出来 去一边看这个地图 一边看这个历史书 特别容易记住 而且非常的有趣 所以你想啊 他在跟那电影 那更形象了 一下子 打赢帝国已经不算什么了 从中他发现啊 生活中的很多的新思源 原来过去啊 充满了值得探究的 有趣的时代 什么五大洲啊 到处都是空间 丰富的时间 所以他现在对世界 充满了好奇 自那以后啊 每当他对自己的身份呢 还有身处的地方感到一些不自在的时候 一想到他那个地图 还有清单 立刻心底 就愉快又平静 哎 然后就想想上海啊 伦敦呢 想想纳尔逊呢 岳飞呀 反正 这时候没有国家这么一个区分 不分人物 不限地点 天地人和 就开始进入到了他可认识的那个小范围里了 从此啊 他也开始感到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他 让他认识万物走到这个道路上 回顾当初啊 他想着自己啊 可能是无意中找到了一个某种方法 让他的格格不入 堪移忍受 他甚至觉得啊 自己肯定会与众不同的 帮员